海地强症发生之后 慈激在海地的症灾工作顺利进行 一团紧接着一团的症灾团员 在海地顺利一整发放关怀 大家坚持做就对了 而且也将这份信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然症灾团在海地的发放工作将占告一个段落 不过当地时间4月1号的发放工作 大家是毫不懈怠 一天之内就举办了三场发放 从早上6点钟持续到傍晚的5点半 一整天三个发放点 共发放了4440户 也是慈激在海地单日发放当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其中的一场是在机场附近的帐篷区 有将近900户 由于是属于开放空间 特别留意维安工作 因此呢 志工们也发挥了卑制双运的精神 圆满了这一次的发放行动 特别的是第8梯次的志工培训 这一次也有70个人参与 总共8个梯次下来 现在已经有了552人参加慈激的培训 这个交服区是距离太子港国际机场最近的一个地方 而慈激呢正准备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发放 不过您可以看到现场是一片的闹哄哄 原本是准备呢只让妇女来领取物资 不过现在男人全部都跑出来了 志工正在想方设法 现在现场是一片急的水泄不通 不过其实呢志工已经在安抚灾民的情绪 希望能够把男性的灾民都请回帐篷去 全面的进口 海地人天性是蛮爱好和平的 从干海的毫无秩序到现在在违和警场的带动之下 已经排成了男女各一列 现场呢其实只有十位的慈激之工 大家希望以最少的能力处变不惊来应付现场的状况 所以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呢 现在已经拉起了黄色封锁线 一切状况逐渐的稳定 发放行动已经正式的开始了 您可以看到呢现场第一批领到物资的呢 都是怀孕的妇女 尽管一开始的时候场面真的有一点的失控 不过您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志工呢依旧是满怀的笑容 把腰弯得非常的低 以尊重的心情来给予物资 师傅你刚才讲那句发文什么意思 笑一笑 对要笑容高兴一点 今天来领物资要高兴一点 那会不会觉得场面有一点紧张 其实还好啦 因为这种场面 因为他们喜欢聚集嘛 领物资当然心情很好啊 所以说他们很紧张 所以还好 这个本来去 under control 110% 海地人是非常注重尊严的民族 你可以看到他们尽管受灾 住在帐篷里 上身依旧穿得光鲜亮丽 不过再往下看到他们的脚 满是泥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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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的發放一開始真的有一點緊張 不過經過志工們充滿行動力的智慧 一切都已經圓滿成功 而當志工送出了最後一條的塑膠布 心中的大石也稍稍放了下來 因為目前雨季已經來臨 往後只要在經過太子港機場的這一條路上 可以看到滿部塑膠布的帳篷 這也代表著形同一把藍色的大傘 保護了災民不受風吹雨淋 以上就是大愛記者劉芳李俊威 我們在海地的採訪報導